好继续带您来关心南区的消息 位在富里乡的罗山景平三号桥呢 前年的0918大地震地层下陷 富里乡公所是提报了县府修缮金费2000多万元 那么在去年年底施工到现在呢 已经是完工通车了 民众可以开车上罗山瀑布 富里乡罗山村景平三号桥 因为0918的地震损坏严重 华林县政府争取中央 益助金费新台币将近2000万元的原地重建 2023年的9月1号起全路是封路施工到现在 2024年的6月26号终于完工通车 花79县主要的桥梁 有一个专业凹陷的一个 严重专业凹陷的一个状况 经由我们华林县政府 报这个相关的金费的一个申请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就来发包 在桥梅做一个新的工法之后 我想桥梁会更安全更舒适 所以目前这个部分的话 已经可以算是通车了 所以可以请游客 可以请乡亲来多多来利用 景平三号桥位在乡道花七九县 联络副里乡罗山村与罗山瀑布 以及周边大渔池等景点 花林县政府建设处考量 这个路段是社区民众与民宿业者通行 道路封闭的这段期间 都是由花八十县作为替代道路通行 而这三号桥完工之后 终于不用再绕远路了 记者高双双布里乡采访报道